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做蛋糕卷的小技巧 看一下我的烤盘 我用铝箔纸简单做了一个隔断 现在烤盘的大小是11.5乘以13寸 我会用长的这一边来卷 你用其他的烤盘都可以,只要有一边够11寸就行 当然越长卷出来的圈圈就多一点 烤盘大小不同,要调整配方 蛋糕体是戚风蛋糕的做法 5个鸡蛋 翻蛋 蛋糕中加入油 和牛奶 搅拌均匀 筛入面粉 拌匀 拌均匀 蛋糕中加入一点白醋,帮助打发 打泡泡出来之后,分三次加入汤 在到达完全干性发泡之前的停止打发 你看蛋白霜的底座是直立向上的 但是它的尖尖是有一点打弯的 翻拌法,分三次加入到蛋糕糊里 倒入烤盘 倒入烤盘 换一个方向再抹一遍 最后调整一下 在桌子上震出大气泡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320华氏度或者160摄氏度烤30分钟 烤箱下火太热的话呢,可以考虑用水一发烤 冲锅后取出来 放到架子上放凉 大概15-20分钟左右 不是完全冷却到室温 还有一点点余温 用一张足够大的纸盖住它 翻面 四边有一点干,把它切掉 这个时候蛋糕有一点余温 是一个有一点软的状态 你这个时候卷它呢,它不容易裂开 而且上面没有磨奶油,卷起来相对容易 前面放一个东西挡住 然后用手指压住蛋糕边 提着纸朝前走 卷个开头就可以了,后面不用管它 因为开头卷起来了,后面自然就跟上了 用刚才的边角料垫在下面 放入冰箱冷藏15-20分钟 因为奶油怕热 冷藏差不多的时候呢,打发奶油 打发奶油的小窍门就是提前把盆子 和搅拌头放到冷冻时10分钟 打发起来之后呢,慢慢放入糖 打发起来之后呢,慢慢放入糖 最后到达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冰箱拿出蛋糕 打开之后呢,你看这个边儿已经卷起来了 抹上奶油 横着抹一遍,竖着抹一遍 边边抹薄一点,留一些余地 做蛋糕卷呢,它的开头最难卷 而现在这个边儿已经定型了 你轻轻的压住蛋糕的这一边 提起纸,向前卷 手不需要碰蛋糕 轻松容易就卷起来了 用一个薄的案板,或者一个尺子 用手压住下面的纸的同时呢,向前推案板 一个浑圆的圆柱体就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最后放到冷藏室,3-4个小时定型 完全定型之后呢,把它切开 切出来的蛋糕卷,它的形状是圆圆的,非常饱满 卷起来的弧线很漂亮 里面的奶油也是均匀分布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姐,我们下集再见